大家好 我是阿芬 大家好 我是阿芬 大家好 我是阿芬 大家還記得在曾經的冒險當中 我們大老遠好不容易到了洞穴迷宮的深處 但是當看到了眼前的瀑布之後才驚覺到 為什麼大力兒 你明明就會衝浪啊 但是卻為什麼不會攀附啊 大家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吧 舊世代的寶可夢可沒有隨身攜帶的寶可夢盒 這種這麼方便的四次元白寶帶的東西 如果你正就需要有特殊功能的特定寶可夢 而它又剛剛好不在你的身上的話 不好意思 只能夠請你在大老遠跑回到城裡的寶可夢中心一趟 使用電腦將它們給找出來 沒有錯 儘管老遊戲在當年可能是人人眼中的曠世經典 但是我們依然得承認 就如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它們仍然是存在著有許多不符合現代玩家 遊玩習慣、遊玩標準、遊玩喜好的成就 落後的遊戲機制 而今天我們的這一集影片就要和你分享 在寶可夢第四世代重製新作的金蟬鑽石 明亮珍珠之中 我們認為將有可能會被改良優化、革新改變 或是全新添加的遊戲機制和遊戲內容 首先接續剛才所提到的不改就一定會被罵爆的 密傳學習器遊戲機制 大家絕對不要去小看這個看似還好的遊戲機制 在原作轉爭之中的這一個問題 可能遠比你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 首先在第四世代裡的密傳學習器數量 可是在寶可夢這25年來歷代作品之中 總類數量最多的一次,一共有8種 就連你想要去養大牙梨那種秘書奴 欸不是,我是說好搭檔啦 那你要養一隻可還不夠喔 至少要養到兩隻才能夠完全的把8種秘書給完整學完 而這個成就的遊戲機制 不只除了會去綁架掉玩家不能夠去自由構築自己理想的通關隊伍以外 還有可能會引起造成某一些隊伍成員工具化的倫理問題 而最簡單我們可以去期待的改善方式 可能是像是在寶可夢太陽月亮一樣 讓玩家在過關故事當中直接獲得到寶可夢騎行的權利 在不佔用隊伍名額的情況之下獲得能夠使用 渡海的拉布拉斯、推石頭的怪力 又或者是像是Let's go之中的皮卡丘一部同樣 在完全不佔用對戰招式的狀況之下 直接使用水上飄、凌空度 但是以我個人的看法 在神奧之中 若是要沿用Let's go之中的搭檔秘書概念 感覺是會有一些些困難的 因為畢竟草苗龜、小火焰猴、波加曼 他們在寶可夢界的地位 不管是對於官方還是玩家 都不太可能與皮卡丘一部一樣 可以獲得如此VIP的對待 再者 若是要在遊戲之中添加這樣子練武術的劇情 又要再多個好幾段的遊戲動畫 如果這個機制是要加入進傳說2 之後是這樣規模等級的遊戲 我是認為可能還有機會 但就以目前金彈鑽石明亮珍珠的畫質表現 動畫表現 我覺得要去期待有這麼大的改動 應該是有點過於樂觀的 我覺得更加有可能的改動方向是沿用 像是第七世代的寶可夢騎行 又或者是第八世代鋼卡牙計程車 洛托姆水上自行車等等的機制 大家其實可以去想像一下 這麼做既不怕被罵 而且做起來也超級簡單的 其實他們只需要在各個秘書上 各做一個特有的寶可夢模組動畫 讓玩家在使用該功能的時候 可以秀出該模組 又或者是該過場動畫即可 而在玩家眼中的 曾經成功的秘書動畫範例 我應該也不用在這邊特別列舉了 飛翔的巔峰肯定就是我們歐米家 紅寶石阿爾法藍寶石的 超級拉蒂兄妹的翱翔天空 而比較敷衍一點的 就是在第八代的鋼卡牙計程車有沒有 就連一個過場動畫也沒有 就只有在右下角一個小小的 Icon在那邊拍翅膀loading而已 反正啊 儘管官方再怎麼說 他要終於原作去還原 但是由於密存器這個遊戲機制 他所觸及的觸犯的 就如同上述所提過的 是玩家自由構組的樂趣 這是一個會去破壞 玩家遊戲體驗樂趣的遊戲機制 而今天如果官方人質疑 要不改動原味重製的話 那就真的是為了還原而還原了 這絕對不會是一個明智的決策 而與密傳器有直接相關的遊戲機制 我想不得不提的就是寶可夢盒了吧 近幾年來才剛入坑的寶可夢 玩家可能很難想像吧 寶可夢的寄存放功能 竟然只能夠在寶可夢中心的電腦 才能夠去做使用 現在只要你輕鬆的去按下選單鍵 不管你在哪裡都可以一鍵 去更換自己的寶可夢隊伍成員 而也就是因為這一個需要親自跑一趟 這樣子既費時又麻煩的特色 其實就有許多的玩家為了省麻煩 就會在決定好自己的一套主力寶可夢以後 盡可能的就不要再次調整隊伍成員了 所以說這就導致了玩家在冒險路線上 所有所遇到的通關隊伍以外的寶可夢 全部都變成了我們隊伍之中的經驗值 又或者是單純被拿來錯圖鑑的過客而已 其實就如同上一個所提到的 密傳器所提過的概念一樣 我認為一個好的遊戲機制 應該會是鼓勵玩家去體驗到 更完整的遊戲內容的 大家還記得我們曾經的 劍盾主故事冒險過程嗎? 我們從第一座道館走到最後一個道館 都是不斷在我們的路線上抓取到新的寶可夢成員 依照我們的心情又或者是對戰情勢 時刻去使用寶可夢盒來調整更換我們的隊伍成員 讓我們在家樂的通關一週目的故事之後 不只是對於那些陪伴過我們通關的寶可夢們的 設定、特色和能力都多認識了一些 也讓我們的旅程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在小的時候 我就從來沒有玩過像是這樣的寶可夢遊戲體驗 因為在當時我每一天能夠打電動的時間已經夠少了 好不容易存零用錢所買的電池也很容易就沒電了 我哪有辦法一天到晚去跑寶可夢中心使用電腦 然後這樣子將寶可夢領出來又激放進去 領出來又激放進去 慢慢的一隻一隻去試他們的能力強不強 能不能幫助過關 時間對於當時的我可是相當寶貴的 需要親自跑一趟才能夠辦到的事情是相當勸退我的 我相信只要親自折返跑個一趟 你就可以理解到他所帶來的麻煩程度有多少 而衍生出來的問題就如上述所提到的 玩家必麻煩所以說就養工巨醜 儘管他們可能並不是我們會想要去 納入到隊伍的成員 所以說就這樣一個極致的缺點與玩家必麻煩的遊玩習慣 互相產生惡性循環讓遊玩的風氣變得越來越糟糕 而在下一點我想要提的是 與上述兩個點有密切相關的 經驗均分學習裝置 對於現在玩習慣 今年來寶可夢遊戲的玩家可能老早就已經忘記 在曾經我們的經驗均分裝置 還未內建於我們的預設裝備時候 我們的寶可夢是需要一隻一隻分別練等成長的 儘管沒有被派上場戰鬥的寶可夢 就不會得到經驗值 這個設定聽起來好像更加合理有更多 但是我們真的不得不承認 這個內建經驗均分的設計實在是太香了 就像是其實在剛剛和大家分享到的 兩年前我們的劍盾旅程當中 邊冒險邊募集成員的玩法 也是需要有經驗均分的前提 才能夠讓我們的隊伍裡的每一個成員等級 都保持在一定程度的水平之上 好讓我們在需要他們的時候可以隨時派上 但是在舊世代的寶可夢遊戲 每一次我們所碰到的狀況都是 蛤?這邊是從屬性到管喔? 那我來看一下我的隊伍裡面 有沒有飛行屬性寶可夢 或者是岩屬屬性寶可夢 可以派上用場好了 結果一打開隊伍 只有一隻等級3 在1號道路所抓到的波波 這到底該怎麼成為戰略 沒有錯 對於一般的玩家來說 你要他一邊看著攻略書 一邊為了下一座道館關卡 去做隊伍的預先訓練準備 這樣子的情況 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畢竟這就像是看電影一樣嘛 我們都不會希望自己被劇透啊 對於大多數遊戲玩家的心態 都是更加期待 當在碰到了新的未知關卡的時候 在考驗的當下 我們去使用我們現有的資源技術和知識 去突破該挑戰 而當我們發現 要培育一隻波波刺 能夠成為協助挑戰道館的戰略 是需要花費掉過多的努力和時間成本的時候 就會演變至最後 玩家在面對各個關卡各個道館的時候 都更加傾向直接派出自己的初始寶可夢 用等級去黏壓 畢竟等級比較高 也可以去彌補屬性不利的狀況 倒也不是真的 不派上克制屬性的寶可夢就會卡關對吧 所以說呢 在那些年的舊世代遊戲之中 就時常出現有一種非常尷尬的遊玩方式 也就是一隻初始寶可夢作為對戰主力 配上五隻秘傳工具人寶可夢 一路通關打到冠軍的大法 你或許會說 這個問題不就是玩家自己選擇的玩法嗎 其實各位的這個說法也是沒有錯的 但是當遊戲能夠給予玩家的正面回饋 與玩家所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的時候 玩家的天性就是很自然的會去選擇 令自己感到最輕鬆舒服的偷懶的遊玩方式不是嗎 而且在近幾年的學習裝置 都是採可開關式的設定 想要體驗傳統的玩家 你可以選擇將它給關起來 而想要踩新時代遊玩方式的玩家 可以選擇將之打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風險 而且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肯定會被加入進本次新作的優化改動 那麼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這一集是我們對於本次金燦 另外一集是明亮珍珠有可能加入的 優化改動影片第二集 但是對於遊戲機制和設定的部分 我們還有很多沒有和大家分享完整 所以說如果你還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在下方按下喜歡 要給我們鼓勵 持續追蹤我們的頻道 把PinTV分享給你認為也會喜歡我的頻道朋友 我是阿芬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啦 各位晚安掰掰